武迅是山东贯县人 自幼家境贫寒 连名字都没有 因为在家航台老七 又被人们称为武七 迅是后来清廷赐给他的 他七岁丧父家境贫寒 没钱上学 只能以乞讨为生 十四岁时在地主家当长工 因为没有文化常常受到屈辱 打骂是常有的事情 没有文化寸步难行 就连当个佣人也遭到如此对待 于是武迅先生决心行起办学 自二十岁开始 就开始了他乞丐的生涯 衣衫蓝绿身披布袋 手拿铜勺四处乞讨 足迹遍布了山东 河南 河北 江苏多个省份 省吃俭用一路行起的他 在三十岁的时候攒下了两百余雕钱 数十年间风餐露宿 一路行起一边唱歌 他的歌谣里边唱道 吃杂物能当饭 省钱修个艺学院 十线头缠线淡 一心修个艺学院 我攒钱 我买田 修个艺学 未贫寒 在他四十八岁的时候 已经购置田产二百三十余亩 攒下银钱三千八百余雕钱 五十岁的时候 他花掉了四千余雕钱 兴办了第一所艺学院 名叫崇贤艺赎 五十二岁的时候 办了第二所 五十八岁的时候 兴办了御史相 艺赎 他一生的时间 都在为兴办艺学院而努力着 武迅先生一生未娶 他跪求贫寒人家 送孩子去上学 亲自跪请有学识的人去教书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 深有体会 他以强烈的同情和博爱之心 去解救了那些 深受贫寒之苦的孩子们 他年少的经历 是他永生难忘的经历 看着自己兴办的艺学院 在光绪二十二年 听着学童们朗朗的读书声 他含笑离开了人世 享年五十九岁 得知了武迅先生去世的消息后 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 参加了他的葬礼 送行的队伍 整整排出了十五里 沿途观看者不计其数 师生们的哭喊声震耳欲聋 乡亲们也纷纷落泪 在中国教育史上 作为一个乞丐 这样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一员 武迅先生 集万贯家财 兴办艺学院 教育了无数穷苦的孩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 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以乞丐的身份 被载入证实的人